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医学方二元课堂 那么本期视频将紧接着上一期的脚步 来接着给大家讲一下技术活动中的一些基本的函数 好,那么我们上一节视频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怕函数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参数,对吧 希望大家对这些参数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上一期视频还遗留了两个参数没有说 那么本期视频刚开始把它解决掉 哪两个参数呢,第一个是这个地方这个FIG这两个参数 FIG参数,第二个是这NEW参数 这两个参数之所以要放在一起说 是因为它们俩通常都是搭配使用 就是说有NEW,有NEW就有FIG 而FIG跟NEW的那个作用不一样 FIG的作用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传入的是一个字符传的向量,对吧 它有四个元素 其实这四个元素它分别定义的就是这样一个图形的四个角 就上下左右四个角的一个位置 那么跟NEW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是设置为TUE,对吧? 也说它是一个逻辑参数,默认是FORCE 当设置成TUE之后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我们要在原先或者现有的一张图上去添加一张新的图 如果它是FORCE的话 那么这个R元就把它当作两张图,对吧? 现在这个NEW设置成TUE也就是说把两张图合到一张图上去 就是这么个意思 而这个FIG就是来定义这张新图的位置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样一个代码 再来跟大家解释 好,大家现在看的就是这样一张图形 图去这个左上角这个直方图 我们不说 这个原先的这样一个QQ图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所画的一个QQ图 然后通过设置在这个BAR函数里设置这个 这个NU参数 然后就新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方图 把它加到了原先的这个QQ图上,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这一行代码的写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帕函数里面设置两个参数之后 我把这样一个函数赋予了这样一个OP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在最后一行 把这样一个OP当作一个对象 放到这个帕函数里面去 我后面写了四个字叫释放参数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解除前面我们这个地方 PAR对这个整个的图形环境所进行的设置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帕函数啊 对我们的这个图形进行一些设置之后 如果不关闭这个绘图框 就是用这个dev off这样一个函数去关闭绘图框的话 那么它会对后面图形一直起作用 为了就是让这个PAR函数值一次性的起作用 所以我们就首先把它复制到一个对象当中去 然后最后一步把这个对象放到PAR函数里面 之前设置的一些参数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下面的图形的绘制了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这样一个图形看起来还不错对吧 其实它代表很简单 这个QQNORM就是用来绘制那个正态的一个散点图 对吧 这个我们在一本二书走天涯里面介绍过 然后QQLINE就是在这样一个散点图上 加上一个QQ直线来判断它的那个正态性 然后这个HIST是用来绘制这样一个直方图的 关于HIST的用法我在后面再详说 大家只要知道它是用来绘制直方图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LENSE LENSE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英文字母 英文单词就是线条 所以顾名C它就是用来划线 它是一个低级绘度函数 我们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有些绘制 所以大家只需要有个处备了解 然后这个BOX就是框的意思 所以人家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默认就是对前面这样一个HIST 去进行加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黑框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函数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直方图 它外面就没有这样一个黑框的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代码 绘制出这样一个图 最重要就是这是这个FIG和NEW 希望大家对这两个好搭档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以后大家如果也需要绘制这样图 就可以如法炮制 好 那么到此呢 划函数里面的一些参数 就算介绍的差不多了 那么 关于更多的或者更多的细节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阅读 它那个帮助文档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那么本期视频将主要的内容 将重点放在一个plot函数和那个box plot 也就是说 绘制一个最基本的散点图和一个核心图 散点图 大家在进行数据的初步探索 或者进行一些散点的可视化的时候 都用得到 对吧 所以说 它也是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统计图形 大家可以在help章口来看一下 plot的一些参数 其实大家看到 它没有什么太多参数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它的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参数 也就这样一个缺省参数 都是继承于我们的那个part函数 所以它很多东西都跟part函数里面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参数只能在part函数里面使用 不能在plot函数里面使用 关于是哪些参数 这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这个答案可以在part函数的帮助文档里面找到 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好 那么既然plot函数的一些参数都继承于part函数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详细的讲解 而只需要讲解其中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就是type参数 什么叫type参数呢 其实也就是用来绘制 点的一些样式的参数 那么我们首先把这样一个代码运行下 再来给大家解释 大家可以看到 我首先生成了一个type对象 对吧 它有它是一个向量 由这样六个字符构成 P-B-L-S-O-N 对吧 然后使用那个for循环绘制出了六张图 那么这六张图也就分别的对应了 这六个字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就是P 所以它对应的是一个纯粹的散点 那么第二个是B B-B 它对应的话是有一个线条出来的吧 但是这个线条没有穿过这个散点 然后第三个表它对应就是LAN 也就是一个线条了 第四个就是S 它对应的是一个阶梯形的那个散点 然后第五个O跟这上面这个B是有一点点区别 一个是线没穿过对吧 线没穿过点 第二个是线穿过点 然后最后一个N N也是N的意思 就是什么都不画 所以说这样六个参数就是分别绘制这六种不同格式的散点 那么就说如果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散点了 如果说大家要改一下这个标题啊 比如说就可以用到这里的Main参数 对吧 我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要改一下这个X轴的标签 Y轴的标签 就可以在里面 进入XLab 对吧 你看它又弹出来 比如说我们就设置X YLab Y 同样 把它运行一下 那现在就变成X和Y 对吧 所以就这么简单 关于散点的话 其实它内容非常多 那么但是系统的讲的话又讲不清楚 因为为什么 它是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到后面 如果详细用到的时候 再去跟它跟大家详细解释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BoxBlock 也就是我们的核心图 核心图的话 其实大家首先要养成个习惯 如果对它不够熟悉的话 先去帮助文档看一下 它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用 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蛮多的参数 对吧 也就是说它除了这个三个点缺程参数 继承于那个帕函数之外 它还有自身的一些参数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是主要是针对它的一些自身参数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解释 首先第一个 formular formular是什么意思 公式的意思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那有一个x 这个x 这就是提示我们 Block 核心图 它有两种不同的画法 第一种就传入一个纯粹的数据 就比如说在这里 100个符统 符统标准正采分布的数据 这样一个核心图 这个核心图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懂 对吧 中间这条黑鲜嘴就在中卫数 对吧 它这个地方有个小圈 对吧 不喜欢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相应的参数 就把它让它消失 是哪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LAN参数 默认是处 对吧 也就是说它会显示它的离散值 当你把它改成false之后 那个离散值就会不见了 这是一个纯粹的数据 对吧 也就是一个纯粹的数据 它不是个公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有另外几种 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range range range 就是它参数的东西 但其实也就是来限制这样一个 上下限的一个距离 它默认可能就是1 默认是1 当我们把它改成0.5 有时候这个档子就缩短了 异常就会增加 是默认 然后这个右边呢 我们把这个range 说是默认了1.5 所以代表大家看 这个区间很一般 这个range的一个作用 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一个公式 作为那个boxcloud的第一个参数 所谓公式大家都见过 也就是说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 对吧 左边是y 右边是x 那么这个y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数值型的变量 对应的y主上 对吧 那么x是什么 x对应的一个分类变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因子型的变量 我们要根据这个x 对这个y进行分组 然后画出几个不同的核心图出来 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来自Tools Girls 这是二元那个内置数据集 大家可以 它就只有三个变量 对吧 这是个length length也就是一个牙齿的长度 然后supp是supplement 是这样一个小兔子所施加的一个干预 对吧 有VC组和一个橘子织组 那个dose是剂量 剂量的话 它有0.5 1.0和1.5 三个组别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分组变量 是一个因子 那么我现在目的呢 就是要根据这个dose 三个组 对这个length来进行画三点 画那个核心图 就是这样 第一个参数 左边是length 右边是dose 对吧 中间用波浪好连接 这就是我们那个formula 然后date 转入tooth girls 这个boxbox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设置这样一个盒子的宽度 就是胖和瘦 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去自定义啊 如果你的盒子比较密的话 对吧 就是如果说盒子比较多 那么你当然要把你的盒子让它变瘦一点 对吧 当然如果你的盒子比较少 你就让它变得稍微匀秤一点胖一点 总之而言一句话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 好 这个at是什么呢 at其实它是用来定义 就是这样一个盒子 它的横坐标是处于什么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 1到3减去0.2 它的原本的位置是什么 是1到3 就是1 x等于的时候画第一个 x等于2的时候画第二个 x等于3的时候画第三个 那么现在减0.2 也就是说每一个盒子都向左偏移0.2个单位 好 那么这个叫subset 也就是取子集 它是可以用来取子集的 这个取子集这个函数 我在129天涯里面介绍过 我在这就不再细说了 这个地方我们是让VC组显示出来 这个call用来设置它的颜色 我们把它设置成yellow 然后names names呢是用来定义 就是每个盒子的那个标签是什么 然后may就是用来定义 这样一个核心图的那个标题了 然后xlab是定义exo的标签 ylab是定义y的标签 然后xlim是什么意思呢 lim L-I-M 其实它是limit的缩写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参数来定义 exo的取值范围 所以这地方我们把它设置成0.5 到3.5 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写法 是把它包含在c函数里面 对吧 同样的ylimit也就是用来设置 y轴的取值范围 这里我们把它设置成0到35 对吧 然后yax 这样一个参数等于i 其实它是用来设置我们的一个 坐标轴的样式是i 然后legend等于t 这个参数其实 n掉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 代码能跑出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是这样啊 这个我把之前那个把它关一下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这样子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个盒子对吧 它整体的向左偏移了 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 让它向左偏移的0.2个单位 之所以要偏移 待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dots等于0.5 1.0 2.0 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传入的names 对吧 好 这个地方不再多解释了 好 接着 下面 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个新的参数 就是什么 add 等于tree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现有的核心图上 我们要添加一张新的图 让它俩放在一起 对吧 好 那么同样的boxback等于0.25 就是让它的一个宽度是一样啊 然后add 是用来设置这个新的三个盒子的一个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是1到3 加上0.2 也就是说 它整体那个位置 是从默认的位置向右偏0.2 为什么 这就是为了跟这个已有的三个盒子 把它区分开 对吧 然后names同样也是一样的 然后sepsed是oj 也就是橘子之组 然后call 我们把它改成orange 改成橘色 好 这个legend同样把它删掉 压上来试一试 那它就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是VC组 这是橘子之组 对吧 然后下面是 让这样图 再看 其实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吧 这个颜色你当然可以随意调了 这个什么呢 可能同学可以 对吧 v在二元当中 它是legend 对吧 其实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函数 去生成这个legend 就是可以自定义legend的位置 关于这个我们的后面再说 现在不说 现在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接着来看下面的这个 就是有时候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 临床的随机试验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组 我们是一个阳性对照组 一个阴性对照组 那么 我们要把这两个组进行突出 那要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让他两个颜色 其他两个 其他组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运用一些 小小的技巧了 对吧 好 这个上面这一串函数 把这一串代码 是用来生成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数据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没什么 太大的意义 这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所以就生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Names有 123456 6种 每一个都重复了24 也就是说这里一共有120个观测值 对吧 就是20个 然后随机给他附了一些值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把哪两个组 给他那个 标示出来呢 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is con kimo 这样个组 以及这个 看看啊 这个组 也就是说我现在又把这两个组 把它 让他俩突出 其他的组是 不突出 好 这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 同样的是一个公式的写法 对吧 因为这个names在这里是 相当于一个因子变量 对吧 所以他放在右边 然后value是一个数据变量 放在左边 好 重点来了 call color 他接受一个颜色参数 对吧 接受一个颜色 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 用的是if else函数 if else函数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它是用来进行一个 是非判断的函数 也就是说他只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逻辑表达是 第二个参数是yes 第三个参数是no 也就是说当满足这个逻辑表达是的时候 就执行yes 不满足的时候执行no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 来进行判断 如果这个date names 就这个name 等于这个 这样一个组别 就是我们事先设好的这样一个组别 好 那么他就执行这样一个颜色 当然这个颜色RGB函数 我在后面会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你把它设成red blue 就可以 接着第二次if else 如果是它是等于这个 又是另外一种颜色 对吧 好 如果它既不等于这个 也不等于这个 最后我们就用gray90 这样一个颜色 来对它进行复色 好 最后是ylab和xlab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跑出来现在就是这样 比如说就这样 这两个组 就是我们想要把它突出的 对吧 然后其他四个组是不想要突出的 现在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颜色嘛 还是那句话 8元当中有657种颜色 可以公理选择 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 当然lab是不太善于 我感觉我总感觉 我做出来的图 颜色总是看起来有点别扭 而言嘛 它还是比较强大的 可以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接着来看 接下来这样一个函数 什么呢 就是legend函数 因为这上面我们没有讲legend 我们放在这来讲 legend它是一个低级绘图函数 什么叫低级绘图函数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高级绘图函数 不画一个散点图 不画一个核心图 或者直方图的话 我们用这样一个低级绘图函数 它是不会画任何东西出来的 只有当这样一些高级的图出来之后 才会出现这样一些低级组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说没有高级就没有低级 好 这个legend就是用来专门用来添加图例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帮助文档 电脑有点不熟悉 反应有点慢 这个电脑 可能是开了这个录屏软件之后 就反应有点慢了 所以下一期视频可能还是要用我那个小Mac来 它的参数 legend参数非常多 对吧 其实第一个xy 这是什么意思呢 xy嘛 就是很明显 它是用来定义这样一个legend出现的位置 对吧 好 这个第二个参数 legend是什么意思 它接受一个字符串 用来表示就是说我们一些图例 我解释不清 好吧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再说 我再给大家就是照着图例来跟大家说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我们先把这个添加上去 再来给大家说 这里 第一个我们定义的是boughton left 而不是定义一个x一个y 这就是定义位置的第二种方法 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它那个details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样一个位置可以出现在boughton right 也就是说是右下方 boughton正下方 boughton left 左下方 left 左方 也说它有这么多种固定好的位置 供你选择 我在这里选择的就是一个boughton left 也就是出现在左下方 所以它就出现在这里了 对吧 然后legend是什么呢 legend其实就是用来定义这两个组 它的一个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传说的是positive control和negative control 所以这个这样一个颜色就变成了positive control 这样一个偏红色就变成negative control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call同样的 也就是说是要对应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两个组的call 也就是说分别就是把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然后这个bty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bty如果默认不设置的话 它就会这个图里外面就有一个黑色的方光 我们这里把它设置成n 就是这个字幅串n呢 它就表示non对吧 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黑色的方框 当然是要不要黑色的方框 这个东西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定 然后pch也就是说是定义这样一个图立 这个图标啊 它是用圆形用点形用方形来定义 这个东西都随你 我们这里把它定义成空心圆形 然后pt.sex是什么意思 pt.sex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圆圈有时候它默认的话会可能会比较小 所以不显眼 所以我们把它变大一点 我们把它设置成默认的三倍 所以它现在就变这么大 就现在变得显眼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sex也就是说定义这样一个轴啊 这样一个标签的一个字的大角 默认就是一了 对吧 我们在这里把它写出来 默认就是一 这两个东西大家要区别一下 第一个pt.sex是定义这个点 就这个图标 第二个sex定义这样一个标签 大家不要搞混了哈 然后这样一个h-o-r-i-z 就是其实它就是horizontal的一个缝写 就是是否水平了 我们这里把它搞成个垂直 如果是true的话 它就变成水平了 所以这个东西根据你自己的图形的特点来设置 如果下面你有大片的空白的话 你可以完全把它搞成水平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inset这样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的作用应该不是很大 因为我用它用的很少 它的默认其实是零 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吧 管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不管它 但是有一个东西需要跟大家接着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参数 这里 最后一个y-inters-sp 就这样一个参数是用来 它用来干什么呢 它接受了一个数值 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标 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图形比较大的话 但是我们的那个图例只有两个 所以它就会分得很开 比如说它会分得这么开 对吧 但是分开的话不太好看 我们让它 让它俩之间的距离变小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把它定义成0.7 比如说它默认值的0.7 那么它俩的距离就会缩短一点 同样的这个x.inters-sp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图链是水平的时候 如果说x.inters-sp设置成0.8的话 那么它俩的水平距离就会变成默认值的0.8倍 也就是说它俩的会拉近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定义的 所以这也就是二元的灵活之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粗略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Legend的函数 关于Legend 我们的后面还会大量的碰到它 所以大家也不要急 然后下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还有一个核心图要做 就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里 看到这个核心图它高高低低 对吧 如果说有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它的某一个值 比如说中位数或者平均数 来对这样一个核心图 让它进行一个排序 也就是说中位数从低到高排序 或者从高到低排序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原始的那个数据进行一下排序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新生成了一个order names 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在data这样一个 也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集当中去进行reorder reorder这样一个 坛数 顾名思义嘛 就是进行重新排序 它的第一个坛数是什么 是names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排序的对象 第二个是value value的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value的大小 来进行排序 第三个是media media也就是说对这样一个value去中位数 如果说中位数越大的话 它就会越往后 然后na.remove 就是说把缺失时把它去掉 好 我们先进行一下 这样一个图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中位数从低到高进行了 颜色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换成了一个dark object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发表 sdl论文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颜色可能比较深了 对吧 好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 这里给大家就是介绍了三种不同的核心图 对吧 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核心图可能会更加长见一点 对吧 毕竟大家在临床上可能会接触 那么现在给大家留一个任务呢 就是这样一张图当中 我没有添加图力对吧 所以大家在这张图上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可以在这里啊 也可以在这里 就添加一个图力 让这个黄色 Elo表示这个VC组 Orange表示这样一个橘子之组 好 就这样一个任务留给大家 好 我们下期再见